各位同學,我們來到example 1 他們說到in the figure, cn d is a straight line 是一條直線,find the length of o n 找到on這條線的長度 注意在書上,o這條線一定是說到center 這個已經約定了 當然公開試題目便會說明 現在就不說了 我們會見到這裡有垂直 我們要記錄一下有一個定理 有一個定理就是這樣說 如果有cord,有原心的話 垂直畫下去就會怎樣? 將它平分,by set 我便利用這件事 我們便可以知道nc是多少 nc是多少 當然是8 我怎樣去present呢? 我便要求大家這樣做 因為on是垂直cd 你說了,因為它是垂直的 所以nc就等於nd 因為垂直,它是bisect 這是其中一個定理 對嗎? 既然雙等的話 是否即是全長的一半 所以就等於16 over 2 等於8 cm 這個就是8 cm ok 我便不需要大家在那裏寫的reference 我們便不需要 好嗎? 我們便簡單些 但你一定要寫明那個理論是怎樣 因為有垂直 所以上下雙等 所以才是8 cm 我便不接受 就這樣寫 nc等於8 甚麼都不說 我便不接受 因為在這課書裏面 除了要計算之外 我想看看大家的邏輯思維是怎樣 那個thinking process 那個thinking process 就是我知道 這裏由center垂直畫下去 一定會將cord bisect 所以這個就是8 所以我便把這個邏輯寫下來 由center垂直 perbindicular to the cord 所以cord便會bisect 便會評分一半 我不需要你用文字去寫下 但我需要你在那個步驟裏面 寫清楚那個thinking process ok 這個就是我們的thinking process 這些都是重要的 小心點 我再強調一下 這個是重要的 你要這樣寫的 好 這個是8的話 on 自然就是 subsquare-8square的開方 這個是不施定理 這個由細寫到大 不妨寫一次 這個就是6 單位就是cm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答案 在這裏 在公開時那裏 有個規則就是 計算題 公開示 公開示 計算題是不看reason的 它是不看的 你寫對寫錯 它都不理的 只看你的step 我們是不用寫reason 但是要寫step 這些就是step來的 這些就是step來的 你沒有了step為扣分的 你沒有了step為扣分的 這就是解釋 它是不用你寫文字的reason 它是要寫step的 計算題是這樣 find便是計算 如果證明題 proof便要寫完這些 proof便要寫完 不過現實來說 我們在公開示 都不多時間 proof佔存份卷的很少部分 很多時候都是計算的 所以我們集中去操練計算 這個是example 1